主席 也先感谢之前 有几位委员有提到 来申援这个原住民健保的议题 那这个议题是本席 在上次院会的时候 提出来的这个总咨询 那么 之前本席有提到 就是说 比较 比较这个全国的这个纳保率 那全国纳保率是99.5% 那原住民的部分只有93点 大概93点几左右 那院长跟卫生署长也承诺说 在两年内的这个纳保率 要提升到跟全国的这个纳保率一样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 明年呢 你们这个预算上 好像还少了5000多万元 那我不晓得就是说 院长在院会里面 对本席做这样子的承诺 那你们要怎么样去达成 谢谢委员 有机会再 让我们有说明的机会啦 因为刚才我们也被弄得手忙脚乱 是不是 请我们下副座 来说明一下 报委员 那一天是有 答复是说 当时邱书长说说 两年内我们会检讨 两年内检讨 我们会检讨两年内 尽量两年 两年内能够给他达成 到这个数据 会检讨会达成嘛 那所以刚刚是怎么样 所以这句话就是 让你们有一个弹性的空间 可以不用达成的意思吗 我们当然会尽力配合 对 那到底 可是现在问题来了 你预算明年少五千多万 你要怎么 怎么样 在等于说你后年 一年内 你要你要马上处理 当然这个部分呢 我们会配合 我们看看我们的失业率如何 事实上呢 在明年的这个部分 预算会扣减的 是因为要配合二代健保的问题 所以预算部分有扣减 所以这样是怎样 我不管中间过程是怎么样 可是因为院长承诺了嘛 不然这是骗人吗 两年有没有办法达到 按照你这样的目前的状况 我们还要看我们的失业率 还要看这个整体的 呃 原住民 整个整体的失业率 之后呢 我们再评估 再做检讨 能不能达到 就是说我们尽力 会去配合 院长都说已经要你两年内 达到你还要看你的失业率 但这个部分呢 当时院长也没有做这么肯定的 当时就是说 我们跟卫生署 我们跟卫生署会做检讨 你这样子的回答 我们实在是听不下去啦 就明明就是有承诺啊 啊你说还要再看看 然后还说院长的答案 没有那么肯定 报员 这个 呃 关于原住民这个健保 这些跟卫生福利有关的事情 大家都关心啦 那你这样的提醒 我们也会把这个实际的情况哦 我们都好好的能够把这个任务能够达成啦 那那另外一个那个索卡的 索卡的 苏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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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在院会打讯有说明年就 要减半 你们这个有没有问题 我 我们也会往这个方 这个方向 这个有没有问题 这个讲得很肯定 够肯定哦 报告委员 我们会跟卫生署 尽力来 努力达成这个目标 所以有没有问题 我们是努力尽力 尽力啊 尽力啊 我们也只能这样讲嘛 好多东西 好多的变数哦 呃 我们一定努力往这个方 因为这个不是我们 是同胞的福祉嘛 我想说这个议题哦 我已经咨询过了哦 没想到 院会 院长跟署长都说 没有问题 特别是我印象很深刻 这个索卡的 说明年一定减半 而且他们还 就是说马上表示没有问题 然后到现在到圆明会 以后说我们来尽力看看 然后前面那个更严重 我现场不在了 如果两位 那你那个现场有在的讲也没有用啊 两位院长跟他们都觉得可以 我们当然决定 你那个现场有在的就是说 院长没有讲得那么肯定 你来 你来这边竟然是 竟然是在那里 在那边 这个叫什么 我实在是接不下去 怎么办啊 委员这个 救命啊 原住民 不会啦 既然我们说权力配合就配合嘛 如果两位长官都有这样的这个决心 而且他们是主主主管的这个机关 如果他们有这么大的肯定 我们当然只有把握啦 我要来看看是 到底是院长跟卫生署长在骗人 还是原民会执行不力 还是怎么样 我想 我想时间可以证明一切 那这个公报都有记录 赖不掉的 不过你们的搭寻真的令本席 还有我想 所有的 原住民朋友非常的担心 好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 其他人请回座 看一下这个101年的 中央政府总预算的部分 还有这个原民会预算增加比例的问题 在100 101年的时候 国家整体的中央 中央政府总预算呢 增加了1500亿 那也就是成长了8.4% 那但是呢 原民会却只有仅仅增加5736万元 成长的比例只有0.7% 那特别是在这个基础建设方案的预算当中 各个这个部会 包括原民会却大幅的减列原住民地区的 这个各项经费 这个部分 看起来成长比例差差很多 包围员这个 还是有成长嘛 这个所以这个 这样你满意吗 跟其他比起来 我想 任何一个人对预算的这个 一定会觉得不满意啦 但是这个是一个整体国家的财政 我们能够尽量争取 我们都会努力啦 我想有时候态度很重要 就是 呃 主委都非常的文质彬彬 感觉上很 我在那个自治法还有这个 没有啦我我讲现在讲预算 也非常强 讲预算的部分 希望能够在这个可以 more aggressive ok 然后 呃 但是呢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离岛的部分呢 却补助了235亿 那其实我们严格看一下 其实离岛的人口 其实是差不多 加加加减减总共不到10万人吧 那我们原住民的人口已经破50万了 他再来就是说面积的部分啊 呃你说五几个这个3D箱全部加起来 我们面积等于是离岛地区的这个两倍耶 所以这个部分主委你看呢 呃 报告委员其实哈 呃尤其现在因为中央各部会正在组织改造 我们原民会的很多的定位 也在这个时候正在厘清了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我觉得将来原民会的预算结构 还有他的这个任务的这个轻重啊 做一个种的呃 检讨跟调整以后 我想那个时候的很多的原住民呃 这个预算啊 呃在原民会这个部分 跟其他各部会的这些 就应该有一个比较合理 我想这个应该 我同意哦 就是说有很多的事情哦 呃我们都是不足了 从人或者是其他各个方面 但是这一两年 大家也都在往这个方面努力 老实说如果这预算真的太多 按照原民会现在的组织结构里边的定位 跟我们的人力 事实上有很多的困难 所以我们很希望在组织改造这件事情上面哦 我各位委员能够多多的支持哦 原民会这个部分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次变化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会在将来这个组改以后 我相信这些预算的分配会更加的合理 我想这个 真的 我原真是这样 对 好了你的回答实在是占用太多的时间 那个讲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哦 自由贸易港区设置条例 在 诶 主席你站得太早了 对呀 你站得太早了 要还我一点时间 那个 自由贸易港区设置条例哦 第十一条第二项哦 呃 自由港区事业雇佣劳工总人数 对不起 那个 自由港区事业雇佣劳工总人数中 因雇佣3%具有原住民身份者 所以 呃 依照法律的这个名词定义来说哦 自由港区事业 只经核准在自由港区内 从事贸易 仓储物流等等 好 这些事业 那 我们 禁用3%的这个原住民的这个部分哦 呃 交通部呢 交通部竟然 用一个令哦 来解释 把它改成说 原住民身份劳工人数字认定 得并记自由港区事业于自由港区内 外所雇佣者 主委知道这件事吗 呃 我知道 但是 是不是因为那个细节在协商哦 大部分都是我们 微服处的同仁哦 嗯 我是不是请他们来说 所以你们微服处就缴械投降 你们有法律解释的这个基础 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 回答一下 回答一下 交通部主管 所以他们这有解释的权利啊 他主管机关 所以这个部分曾经跟我们善良过 我们是不太同意了 最后他他自动发布这个我们也不太同意了 你们也不太同意然后呢 就躺在那边随便人家怎样 那现在最主要是说 里面的里面的厂商啊 禁用原住民的人数啊都不足啊 那么如果说并济相同类型的 相同类型的行业哦 应该可以并济 所以他的人数才可以达到我们禁用原住民的 你们派这样代表这样去跟人家协商这样子不行啦 就不能再坚持一点吗 啊人数不足就搅带劲啊 是 我们会再继续沟通 再继续沟通 人家令都出来了 五月就出来到现在 五月到现在还可以再谈 再去努力 一个结论哦 从第一个议题到现在 我觉得整个原民会的态度就是非常的软弱 难怪都让其他部会都吃死死的 没有啊 我跟其他部会所长非常要好 你自己说没有 你派他去我就觉得他很软弱 不会啦 他只是不太会讲话而已 好时间到了 谢谢 谢谢 请廖国东